大家好,我是韩梅,我是加拿大的韩梅 大家看到摆在你面前的呢 这个就是郭文贵苏李洪宽这个案子的法庭记录 这是这个案子整个的这个法庭记录 我以前呢就给大家讲过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法庭的法庭记录 他这个案子呢是他立案是在2018年的1月26号立案的 他第一条记录是2018年1月26号立案 之后呢他就有一些个那个有一些个颂达呀这些个记录 有一些颂达的记录 那他最后一条记录呢是那个 他是一共八条记录了 这个记录呢是他最后一次刷新呢是12个小时之前刷新的 所以呢这个记录是最新的一个记录 他的一共八条记录 第八条记录呢实际上是在第七条记录的基础上 他第七条记录是是个什么呢是在2018年4月20号的时候 郭文贵的律师 郭文贵一方吧提请这个要求这个法庭啊 做一个动议 做一个motion 做一个动议 他提出来一个动议 要求这个法庭书记员呢就是在这个做一个记录 做一个这个缺席判的缺席是缺席的记录 要求书记员做这么一个记录 那在那个7月6号的这一天呢 书记员就是按照他这个动议呢就做了这么一条记录 所以在7月6号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entry of default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很明显的 他并不是一个说 很明显的就没有没有开庭 没有开庭 所以说 所以说呢没有开庭 是不可能有判决的 所以最近呢就是那个传说 说那个李洪宽因为那个没有应诉呢 郭文贵一方就缺席 获得了缺席判决 就是全部支持了这个郭文贵的诉讼请求 要求李洪宽赔上他500万 这个是不正确的 这个是不正确的 李洪宽呢和郭文贵他双方的都应该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个所谓的判决是一个谣传 它是不存在的 这个谣传是怎么来的 我不太清楚 我不太清楚 现在看法庭记录呢 很显然没有这么一个判决 它是没有的 而且呢我也有点不太明白 这个郭文贵和李洪宽 他们双方呢都没有站出来澄清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明白 现在呢并没有一个确席判决 而且呢 而且呢就是这个 一个案件呀 像这样一个案件呢 它不可能这么快结束的 它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呢 这个案件呢 它的持续的时间呢 也会很长的 现在这个案件呢 是1月26号立案的 今天呢是这个7月 今天是7月30号 半年的时间 虽然听起来挺长的 但是作为一个案件来说呢 尤其是像他这种送达就非常非常的费劲的这么一个案件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而且呢大家都知道 在前面我已经介绍了 就是袁建斌的那个案件呢 郭文贵的律师 郭文贵一方呢 他都一推再推 把这个第一次 把第一次这个听证会的这个日期呢 都一推再推 所以呢 那案件还早着呢 还早着呢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做到这里 我希望我这个小视频呢 对大家能够看清这件事情呢 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现在呢 这个谣传还是有点弄的 大家有一点恐慌吧 有一点恐慌 尤其是那些那个李洪宽的粉丝 他们挺恐慌的 我本来呢 对李洪宽其实也是蛮那个的 就是 我现在仍然是很同情他 但是呢 李洪宽一而再再而三的来 来骂我 我觉得 我也没有必要 那个 这些事情呢 都为他考虑那么多 没有必要 这些事件的事情发生的 任何事情的发生的 都有他的原因的 对不对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骂我 我关心他干嘛呀 跟我有个毛关系啊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